啊 喂 大家好 哎呀 我們這支影片呢 我們是來這個算一下這個Structure Factor SimpleCupid的Structure Factor 嗯 OK 來打開一下這個螢幕 OK 那Structure Factor呢 這要各位練習一下怎麼算 這Structure Factor 示範跟各位示範 那我們用SimpleCupid當例子 那SimpleCupid是最簡單的那個堆積 OK 那我們在畫面上面看到 就是一個地方形 然後呢 這個四個 八個頂角呢 都放了一顆原子在上面 這就是SimpleCupidLatice OK 那這個Sim這個上面 這個每一個原子的坐標呢 我都給它列在上面 那記住這邊這個坐標是屬於分數坐標 分數坐標 分數坐標 不是X 不是直角坐標 是分數坐標 那我以這個 這邊當作000 OK 那這邊是E 這邊是X的方向在這邊 外方向在這邊 地方向在這邊 那每一個原子的坐標呢 我都給你標示出來 那如果說你問我說 為什麼這個坐標是長這樣子呢 那就前面往前一直往前看 那個分數坐標那個單元吧 OK 那我們再多講啦 OK 好 那Structure Factor怎麼算呢 就是某一個HKL 就是任意一個HKL面的這個Structure Factor呢 我們就是把裡面所有的 每一個原子的這個Scattering Factor呢 乘上Exponential 2π 然後呢 H乘上 NI1加上K乘上NI2加上L乘上NI3 OK 那HKL 就是我們要看的這個面 那NI1、NI2、NI3就是 第一個原子的分數坐標 好 那我再稍微討解一下 雖然說之前有提過啦 那我還是寫一下好了 NI1、NI2、NI3是 第一個原子的分數坐標 第一個原子的分數坐標 原子的分數坐標 OK 分數坐標 好 好 我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開始來做計算啦 那我們先從誰開始算呢 我們先從000這個 我們先從000圓點的開始算 000呢怎麼算呢 那我們的 它對這個貢獻是 因為我們只有000而已 然後我們只有這一顆原子 所以它的Structure Scattering Factor是F 我們假設每一個原子Scattering Factor 都一樣都是F 然後exponential i2pi 然後h 乘上第一個原子 NI1是0 然後加上k 第二個坐標 0 加上 0 写好一點 不要誤會 0 OK 所以會變成exponential 所以變成F呢 乘以2 i2pi 然後0 那其實呢 2pi x1有i的0次方 其實x1有0次方 就是1啊 所以是 F 哎呀 這邊我少寫一個東西啊 因為呢 這個頂角 這邊這個頂角 它頂角 所以是1 8分之1齁 所以每一個出1 8分之1 所以這邊應該是有1 8分之1 這邊 所以這邊應該是1 8分之1 F齁 哎呀忘了寫1 8分之1 好那我們隨便再挑第二個啦 我們第一個挑1 100的好了 那100一樣 每一個頂角的原子 8分之1 F exponential i2pi h乘上第一個坐標1 然後加k 第二個坐標0 加上l 乘上0 那所以變成等於8分之1 F exponential i2 h pi i2pi h 嗯 寫2pi h好了 i2 pi h i2 pi h 然後呢 會等於多少呢 那就exponential 2pi的整數倍啊 2pi整數倍就360度的整數倍啊 就是0的整數 2pi0 360 對不對 然後727就是0的意思 就是cos0 加上i sin0 所以其實就是1啊 所以一樣 這還是8分之1f 好 那我們隨便再取另外一個 比如說我們取111好了 那會等於8分之1 f exponential i2pi 然後h乘上1 加上k乘上1 加上k乘上1 加上l乘上1 會等於8分之1fexponential i2pi h加k加l 哇這邊會不會擋到呢 嗯 往下一點 那會等於多少呢 一樣 一樣啊 h加k加l 反正我不管 那就是一個整數啦 因為這個我們之前有提過 米勒指數呢 米勒指數呢 米勒index它都是一個整數 OK 反正又是一個2pi的整數倍 那2pi整數倍就是1啦 所以一樣還是8分之1f OK 那我們最後試一下吧 我們最後再試一個110 我想你已經看出端理啦 8分之1f 乘上exponential i2pi h乘1 加上k乘1 加上l乘0 那會等於8分之1fexponential i2pi h加k OK 那h 米勒指數都是整數 h加k也是一個整數 又是一個2pi的整數倍 所以又等於8分之1f 那其實你這個你繼續往下算 你會發現每一個頂角的原子 對structure factor的貢獻都是8分之1f 所以最後8乘上8分之1f 會等於f 所以為什麼那個投影片上面會說 fhk f在這個簡單立 簡單simple 簡單立方的structure factor 不管它hkl是多少 它最後的structure factor都是f 就每就是每一個面的強度都是一樣的 ok 這就是一個一個把它算出來的 ok 哎呀這沒有很難 ok 這為大家各位示範什麼 就是這個simple cubic latest的這個structure factor 符合計算 然後呢我們下一個我們再算這個體心 體心立方的 體心立方呢其實跟這個其實差不多 就多加一個東西在裡面而已 ok ok好那我們這次影片到暫時到這邊啦 剩下我們現在下次再聊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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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跟哪裏 嗯 登登登登登